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体验服更新了以后上了一些新的装饰性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新的Live2D动态大头像 玉藻前 这个头像和头像框是一体的 必须要一起换上才能呈现出这样的动态效果 而获取方式则是新的片勾玉活动 圆街神的一个小活动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再来看一下新的结界皮肤 结界皮肤剑士山狼 效果是在结界突破战斗时 真实伤害增加5% 效果的话约等于没有 这里可以看一下时装的结界效果 效果的话其实还是蛮好看 蛮漂亮的 有一种银河星空的感觉 而且背后的屏幕插画里面 画着也是不见月的各种故事 喜欢不见月的玩家应该还是挺喜欢这个结界皮肤的 但是的话再说回来 这个皮肤好看吗 好看 那怎么获得呢 片勾玉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次圆街神的小活动 圆街去游 昨天刚刚官宣了这个新的结界皮肤的时候 很多人在猜 是不是要活动免费获取啊 那会我没吭声 因为以我的印象来说 如果没有特别强调是活动里面免费获取的话 那估计就不太免费 那这个活动上线以后我实测了一下 果然啊 就直接给大家报个数吧 就正常的概率下啊 不是特别欧的情况下 5000勾玉左右可以拿到全部的奖励 就是玉藻前的头像 然后两个SSR碎片 八个黑蛋的碎片 再加上一个结界皮肤 5000勾玉拿到 那如果选择了干活动 在七天 每天的花河战活跃度到达一定的数值 可以拿到猫咪出游券的情况下 七天时间可以免费拿到七个猫咪出游券 也就是七抽 那我们还需要刻一个大概4650勾左右啊 再刻一个93抽 凑够100抽啊 就可以去拿到这个结界皮肤了 那么在这个猫咪出游券的抽的过程中呢 这里也写出来了概率啊 10%的概率可以获得元杰林 增加活动进度 然后就是黑蛋碎片 随之的四层碎片 皮肤券 这些什么垃圾八糟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实际抽的过程吧 就基本上除了黑蛋碎片以外 别的可以说都是垃圾 没有什么价值啊 其实就是看一下这个要抽的话 能够抽到多少黑蛋碎片了 反正我是觉得除了黑蛋碎片以外 其他的东西 它的价值和付出的勾域是不对等的 所以这个活动可以把变相看成是 花勾域去买头像 头像框 以及买结界皮肤的这样一个活动 花2000左右的勾域 才能买到头像和头像框 而要买到结界皮肤 需要花4600左右的勾域 那现在我已经花了有3000勾域了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所拿到的 再结合上现在正式服刚刚上线的骗票抽卡活动啊 我只能说周年庆快来了 这个镰刀挥舞的也很起劲 各种想骗勾域的活动层出不穷啊 大家自己考虑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本周上架的新皮肤吧 本周上架的是奄奄罗的新皮肤 刘月指引啊 拿这个皮肤的话不用花钱 160皮肤券可以买到啊 不用花钱 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这个章是可以买的吗 那就买一下吧 毕竟现在皮肤券真的是溢出了很久了 来新皮肤上线 大家惯例打个分吧 满分十分 愿意给奄奄罗的新皮肤打几分呢 觉得这个皮肤的设计怎么样 好 那么除了这些新的装饰以外 皮肤还有一些小的优化更新 我也懒得去一一介绍了 说下重点吧 跨区好友人数也提升到了200人啊 提升到200人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加更多的跨区好友了 然后新的一期刮胎入侵活动 又又又又又又开启了呀 好友上线和刮胎入侵 应该也是在下周三上线正式服了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周体验服的更新内容速报 大家对新的内容满意吗 欢迎在弹幕中打出你们的评价呀 让我康康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爱特哥海成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